針對COVID-19 國內積極研發疫苗 那麼高端疫苗跟全臺十一家的 臨床試驗中心有合作 緊鑼密鼓展開第二期的臨床試驗 其中看到是臺北醫學大學的 附設醫院承攬了重責 收案超過了千名受試者 北醫大的事業長 他就成為了第一位的受試者 不過最近遭到民眾質疑 沒有利益迴避 食藥署就解釋了 這個林俊夢 他不是臨床試驗計畫的主持人 也不是臨床試驗第一線 執行的醫護人員 可以當受試者 這是沒有違反規定的 晚起衣秀成為國產疫苗受試者 民眾參與試驗 為臺灣對抗武漢肺炎 敬奮心力 就連音樂高層也帶頭成為受試者 但卻被質疑違反規定 北醫臨床試驗中心 授覽高端疫苗第二期試驗 受案超過千人 卯足近的總動員 就連北醫大事業長林俊茂 也跳下來當第一位受試者 但卻遭到外界質疑 參與自家臨床試驗 有利益迴避問題 通常臨床試驗是不鼓勵 或者不允許做臨床試驗 這個人他的直系親屬 或者他的家屬 來參加這個臨床試驗 因為這個會干擾 他對這個臨床試驗的判斷 那同時如果臨床試驗 是這個醫院的院長 假設他就不希望 這個醫院的人來參加 因為他們可能是被強迫來參加 因為院長利用他的職權 專家說就怕疫苗試驗 存在受試者被迫參加的灰色空間 計畫主持人的家人 下屬都最好不要參加 而石腰署也解釋 北醫事業長林俊茂 並非臨床試驗的計畫主持人 也不是第一線執行的醫護人員 成為受試者 沒有違反利益迴避原則 秀出施打照片 不離桃園醫院院長徐永年 也在臉書上鼓勵院內 有醫院的同仁一起參加 也被質疑違規 但石腰署也說 不離桃園醫院沒有參加計畫 徐永年只算是一般的受試者 沒有問題 疫苗加速研發 各界期待之餘也備受高度檢視 解綜合報道